腹痛腹部脏器容易觉得饱 是我们国人生活中常见的困扰 有些人可能因为上一餐吃得比较饱 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 有的人却容易吃一点东西 旧脏器或是常常复发 导致进食量下降 影响睡眠品质 对生活带来许多困扰 其实腹部脏器可以分为 食指阻塞性或是功能性 食指性的胃肠道阻塞的成因 包含肿瘤阻塞 肠沾黏或是肠扭转 需要经由医师诊断确诊 而功能性的负脏则大部分 是因为过多的肠胃道气体所导致 平常肠胃道大概可以容纳 200cc左右的空气 身体会透过打嗝或放屁的方式 把多余的气体排放掉 超过一定的量没有及时排除 就会产生负脏的不适感 一时吃太多的时候 也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消化地玩 另外食物本身 高油 高糖 以及高淀粉的食物 也容易产生胃肠脏器的情况 所以我就会建议我的病人 吃得稍微清淡一点 以及不要吃太饱 特别是高龄长者 我会建议只要吃七分饱就好 饮食过后也不要立刻坐下 或者是弯腰 或者是平躺 容易造成腹部的挤压 影响到消化的顺畅度 注意不要有一个便秘的状况 这些都有助于帮助我们腹脏的一个环节 那适度的一个腹部的按摩是必要的 有可能只是单纯的 只是食物消化不良 所造成的腹脏 那其他造成腹脏的原因 有可能是你腸胃道发炎 其他药物造成的一些副作用 那其他造成腹脏的原因 有可能是死到癌 胃癌 甚至是胰臟癌造成的原因 所以对一个腸胃科医师来讲 患者到门诊 是因为腹脏原因来求诊 它其实要考量的因素有非常多 消化到胀气的最大 有三个大的原因 第一个就是吃进来 第二个就是消化不良 第三个就是没有排出去 那吃进来最多的原因 我们常见到的就是高油高糖的饮食 或是吃一些比较难消化的东西 但另外常吃的时候 你在吃口香糖 在喝碳酸饮料 它会产气产很多 是一些这个玉米淀粉或素薯淀粉 那种制成的像肉圆的皮 水晶角的皮 这些都要着量的一个使用 在这个气泡类的一个饮料部分 其实容易也造成这个 像碳酸饮料或者是气泡水 或者是这个氮气咖啡 它本身就是里面有一些气体的成分 那这个过量一个摄取 容易造成脏气 举例来说 吃饭时又高糖扩润 容易把空气顺带进入体内 可透过细嚼慢咽 及专心用餐来改善 另外饮食的种类 如果蛋白质或油脂类含量比较高 消化时间会比较多 也会容易胀气 可以藉由我们避开 所谓的精脂类饮食 或者是调整高油脂 高蛋白类的饮食的量 来做一个调整的部分 也可以达到一定的效果 最后一个部分当然消化的这个过程当中 除了我们的食物之外 再来就是我们消化到里面的肠内细菌的种类 那这个也会稍微影响这个整体的消化功能 以及产气的量 如果即使服药物之后还无法达到这个消除脏气的情况 也千万不要忽略一些潜在严重的疾病 比方像胃溃疡 胃食道滤流 十二指肠溃疡 甚至大肠的一些问题 都有可能产生脏气的这样子的一个症状 甚至像胆结石或胰臟的问题 也有可能产生胃肠脏气的情况 所以这些情况千万不要忽略 医师提醒经常感觉到腹胀的人 近时要细嚼慢咽 不可边吃饭边讲话 务必要保持良好的运动习惯 养成定时排便的作息 降低疾病发生率 TVBS新闻张正安 钟德荣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